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谈美国绿卡申请中的党员问题 这个事情我们在此前若干年前的视频里就已经讨论过 大概五年前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事情在不断的演变 大家知道过去这些年 从川普和中国贸易战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六年时间了 现在换成了拜登 但是中美的对立这方面还是一直都存在的 不管大选以后川普会重新上台 还是拜登会连任 我们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 根据美国政府的一些最近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坦率的说中美对立的大环境还是会继续存在 我们看到相应的美国移民局在I-485申请中 对于曾经是党员的申请人也比以前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像这样过去曾经有用的一些办法 曾经行得通的 现在就不一定在行得通 比如说五年十年以前有的人讲到 那我曾经是党员 因为这个在中国是一个荣誉啊 是一个奖励啊 很光荣啊 证明我的学习成绩好啊 或者工作突出啊 或者对我找工作有利啊 等等啊 那他就像这样呢提供一个说明 那个时候呢可能也就能够批准了 那现在呢明显就不行了 或者呢有的人提到 我因为工作原因啊 我要有事业发展 或者说我做这个工作就必须要求入打 这个呢以前也许也可以 那现在呢可能就不行 我们律所呢 此前也有一些视频解释这些情况 有的呢我们看到也被一些其他人抄去 在他们自己的文章啊 视频里面描述 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在不断的演进的 对吧 那就像抗生素等等一样 你用的多了呢 有的时候就有这个耐药性 对吧 那你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与时俱进 提供一个清晰凝确 有说服力的解释 那比如说呢 有的人到这里那里求问说 党章上面有这样的说明 我引用党章是不是就行了呀 那英文的党章在哪里呀 这个很容易找到 我们知道呢 比如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 他们的网站上就有英文党章的权文 但是这个对你有什么用处呢 对吧 能想到比如说美国政府 为什么对党员有额外的刁难呢 那他在很大程度上 他可能是不信任党组织 你用党章能够说明什么呢 对个人来说 那你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描述 对吧 不能一个空洞的说明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举一些有的失败的例子 比如说有的人讲到 班上有一大半人都入党了 在peer pressure之下 我也就入党了 移民官说很好 OK 那你把一大半人都入党的证据找出来 那你到哪找这种证据呀 有的人讲到 说我要入党呢 我才能够拿到奖学金 保送研究生 找到好工作 有事业发展等等 那这些呢 说来说去都是你入党能得到什么好处 或者说如果不入党会错过什么好处 那这个就和非自愿就矛盾了 费了很大力量描述呢 可能反而对自己无利 对吧 有的人讲到呀 我们家里面 来自小县城啊 我要给自己和家人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啊 等等 那这些都不相干 那这个很可能呢 对个人的申请 还有负面的影响 那也有一些人呢 讲到我这是为了工作原因啊 employment reason 或者我这个是 not meaning for的 或者我是不是一定要有来自党组织的证明信才行啊 或者我在什么网站上啊 登一个声明 是不是可以啊 或者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给党组织写一封信啊 出国还不到五年 是不是就不行啊 我出国超过五年了 退党超过五年了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呀 那不见得 那你不能自说自话 要看移民局的相应的规定 有的人这个 觉得说我退党已经超过五年了 但是你不一定有这样的书面证据 那日国只依赖于这一条 一般也是不行的 那有的人提到呢 说我这个属于非自愿 但像前面讲到呢 他可能也有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或者太空洞 逻辑链不完整 包括呢 职业移民嘛 来美国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他自己可能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相应的不够重视 亲属移民呢 有的人可能有好几十年的党龄 比如他是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 原来还曾经在体制内工作 那你也要有一个相应的说明 对吧 给你这个事情不能自说自话 那你要换位思考 从移民官的角度 他讲的说这个人原来在中国 担任领导职位 有这样那样的好处 好几十年 那么现在呢 到美国 他又希望左右逢源 得到美国的这个福利好处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呢 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相应来准备 来应对 如果一开始准备的不好 过后呢 在面谈以后 或者收到了IFENO代帝以后 再要回复 要翻盘呢 就更难一点 那么原则上呢 你也可以办理I601豁免 但是I601豁免也并不是自动就能批准的 那你一样要解释说 我为什么要办这个豁免 我为什么认为自己符合豁免批准的要求 你不能说我有直系亲属 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绿卡持有人 你看着办吧 那不能够这样 你还是要解释说 我这个情况为什么符合豁免的要求 所以仅仅有qualifying relative是不够 你还要把这个室友说清楚 Again呢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吧 因为这方面的问题 他这个遇到美国政府更严格的审查 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一个解释说明 有的人说 我干脆就隐瞒情况不说明了 那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够建议 对吧 而且这个你给自己造成了将来长时间的隐患 对吧 那将来很多年以后 这个还要为这个事情担心 对吧 我们也都听说过 中国有上海啊 其他地方有什么数据库泄露啊 或者说在网上搜索啊 就能够找到这个人的名字 或者在人才网 或者在别的地方 或者说这个人因为他原来担任的工作职位 所学的专业等等啊 可能会被更多的问到 另外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IT类的大公司等等 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 他在找的这个律所 还能问到说这个申请人是否曾经是团员 是否曾经是少先队员 那也要相应的说明 根据实际情况说明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有一个具体的符合条件的解释 我们也听说过了解到 有的人因为他曾经是团员 情况本来比较简单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啊 相应的呢 后来申请遇到了麻烦 所以呢 那这一点对吧 人各有志不是一定要办绿卡 但是你既然要办理绿卡 那你需要符合移民法的要求啊 所以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相应解释 我们律所呢 从过去若干年里帮助有很多 有这样情况的人取得了批准 有直接批准的 也有在回复RFE NID以后批准的 也有在提交601豁免以后批准的 也有在申请第一次被拒 然后找到我们 我们为他重新提交了申请 或者提交了Motion to Reopen 取得批准的 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有杰出人才 也有雇主支持的 也有投资移民等等啊 那么也有在中国办移民签证的 也有在美国提交485的 还有呢 提交了绿卡申请 当时通过了 但是后来在入籍的时候 又遇到了更多问题的啊 所以呢 总体来说 我们律所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如果需要呢 我们可以提供详细的咨询 我们也可以帮助申请人 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来准备材料 我们会解释相应的法规 重点 解答问题 提供建议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2024年 谈美国绿卡申请中的党员问题 如果有更多的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咨询 咨询